纽约市消防局急救部门表示 随着疫情扩大 911紧急救助电话被打爆 仅26日当天就接到6000多个 紧急医疗救助电话 打破历史最高记录 但其中400多个电话 由于事态并不严重而被搁置 消防急救部门表示 纽约市4500名急救人员中 目前已经有20%因为确诊 或近距离接触中共病毒患者 而请假不能工作 在港的急救人员不堪重负 民众如果不是遇到紧急情况 尽量避免拨打911求助电话 新滩记者唐成纽约报导